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以这种如此简单的方式 庆祝我们的本堂光荣十字架站里 我想你们会跟我一样 有着不同的感受 跟往年不一样 弥撒一开始 我就提醒大家忏悔 这么多年来 我们拿着敬堂太方便了 当习惯了 所以天主就允许现在 让我们经历一些迫害 让我们再珍惜 今天忘了这台弥撒 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 今天好不容易能够这样清零现场 不是透过直播 能够利用圣体 平常可能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只能炒败圣体 今天 你怀着渴望能够让耶稣到你心里 把你好多的事 积攒这么久的 给亲近你的耶稣说一说 刚才读经一户几记 有很多毒蛇 咬死了 以色列人 有的死了 有的病了 然后他们就说 我们犯了罪 天主允许这些灾难发生 可以这样说 天主为了让他的孩子们回头 有时打发一些灾难 允许 而一直在福中 实际上藏了不知福 让我们今天在机台前 同样向以色列子民 跪下炒拜 梅色 把一个铜蛇 绑在木杆上高高竖起 让那些仰望的人 得以治愈 我们今天仰望了机台 一会仰望被举养的耶稣 主啊 我们犯了罪 你在的时候 教堂开放的时候 我们没有珍惜 没有好好的亲近你 今天你拿走了这一切 有一点 我们在这里做弥撒 就像以色列去巴比伦重军 他们说 我们坐在巴比伦的河畔 把我们的树琴挂在杨柳树上 现在我们深处 他乡异 怎能唱出上主的歌曲 让他们唱也唱不出来 因为圣殿被拆毁了 家园 祖国 彻底被毁灭了 他们现在 望着耶路撒冷的方向 流泪 我们怎能唱出上主的歌曲 以前我们的秦环 以前我们的秦玄 挂在了杨柳树枝上 所以 他们 四十九年 在那里被重军 那时候天主就派先知 安慰他们 你们要 挺起身来 抬起头来 你们的救援要进了 这就是天主 他允许灾难 是暂时的 不像我们有的时候生了气 别人深深地伤害了 我们会说 一辈子 我不再原谅你 永远你都不要来见我 天主从来不说这样的话 他允许 考难 困难 考验 迫害 落到我们身上 是暂时的 我再说一次 让我们知道错了 然后很快 当我们难过的时候 他就派先知 安慰我们 说 开起头来 天主爱你不便 不要怀疑天主的爱 这不是惩罚 是对你的教育 我们惩罚人的时候 咬着牙 有的时候打孩子 狠着心 但是过后 我们自己心里很难过 我不应该这样 我的方式也不对 虽然孩子做错了 虽然我有责任教育他 但是也不能这样 但是天主 根本不会咬着牙 恨得不行 天主含着泪 每次看我们受苦 看我们难过的时候 他马上派人来安慰我 就像今天 可能你们想不到 神父突然决定 来到你们中间 冒着风险 做这台弥撒 面对当前的处境 我们在天主面前认罪 承认我们的冷淡 我们对他的忽略 可是另一方面 我希望你们听到 天主安慰的信息 梅瑟树气同时 很多人仰望被质疑了 今天当耶稣在我们中间 再度被举起在你面前 他准备好治愈你 帮助你 安慰你 今天的福音 耶稣这样说 天主这样爱了世界 这是圣史若望 感叹 天主这样爱了世界 把孩子看好 一个孩子一叫 都听见 天主这样爱了世界 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 使所有信他的人 不致丧望 反而获得永生 你心里默默地 念这句话 天主这样爱了世界 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 使所有信他的人 不致丧望 反而获得永生 你可以说 天主这样爱了我 把那个世界改成我 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 是所有信他的 我信他 就不致丧望 反而获得永生 我觉得还有比这个 更能给我们安慰的吗 我们被天主爱着 虽然世界上有人恨我们 有人不理解我们 有人给我们带来一些困难 但是天主爱着我们 谁能反对我们呢 谁能怎么样我们呢 回忆一下 我们从开始 十几年以前 在院子里念经 多少年这样 到后来 一步一步 我们开始改善 有一个临时的教堂 后来站不下 天主允许 着了一把火 然后我们又扩建 有了今天的模式 梅太弥撒 两三千人 一步一步 你们要记住 天主的伟业 天主在我们中间 在创造奇迹 有的时候你们觉得 奇迹是 得了矮症 神父做了个祈祷 好了 你们认为要下奇迹了 其实 天主以各种方式 在我们中间工作 直到今天 迫害又来了 天主爱我们 让我们再次想起 祂的手 跟我们同在 这些都会过去 天主的仆人 在天主手中 在天主的陪伴下 任何痛苦 不能伤害他们 记着 这就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喜乐 所以一个基督徒 在任何时候 真的不要愁眉苦脸 好像 这个坎儿就过不去 好像 山穷水晶 不 前面就是流暗化 因为 因为有天主 给我们开路 纵有千人 倒闭在你身边 万人 弃绝在你右边 纵然我要 走过阴森的幽谷 我也不怕凶险 因为有你 你与我同住 所以天主 跟我们在一起 一个基督徒 你们要充满信心 虽然现在 情况 教会的形势 很严峻 包括你们家庭的形势 都面临着很多的不稳定 很多的小工厂 小企业在倒闭 小生意 小摊贩 都在 失业 一些大厂子 都面临着 同样的危机 原来挣钱好挣 今年人们过几天 疫情又歇了 过几天又怎么样 处处的 让我们感觉到不容易 再说大一点 国际上的局势 也很动荡 我们真的不知道 明天会怎么样 但是一个基督徒 你们要记得 世界上不是天堂 跟外交人不要一样 我们挣钱 挣不了钱 我这一辈子完了 我一个计划 必须实现 要达到这个目标 达不到 我疯了 因为我的目标实现不了 好像下来就是绝路 除了死 没有别的办法 一个基督徒 有的是办法 因为天主 给我们在一起 即使在世界上 别人可以 要我们的命 但是 我们将来在天堂 是永生 给我们准备好了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这就是安慰的信息 弟兄姐妹们 好好信赖天主 什么都不要怕 解决问题的办法 有一个 我们热心祈祷 回头 天主在最好的时刻 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 信赖他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